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越南的駐台代表呢 已經跟我們這邊是道歉 同時也承諾要研究相關減稅等等 幫助這些企業的一些條件跟方法 是不是代表呢 越南的政府真的有在止血了呢 我們先來看新聞 解放軍除了在廣西向中越邊境集結 雲南也出現部隊和坦克大規模向邊境調動 消息指出解放軍至少有一個重裝甲式 已經部署在中越邊境 而越南官方則指控 中國在專有平台周遭部 755號快速攻擊導彈驅逐艦 以及789號快速攻擊巡邏艦 並將船上的炮役撤下 挑釁意味十足 所以從新聞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來 真的政府有在管事了 馬上逮捕了姿勢者 所以讓這一場反中的暴動遊戲 並沒有擴大 但同樣後續的新聞 就值得大家來深究 到底是真是假很重要 因為不管是陸上或者是海上 好像中國的軍方都有動作 這樣子是要再把事情鬧大嗎 消息哥 其實應該說越南發現事態嚴重 趕快把事情盡量大視化想 其實真的發現好像已經玩太大了 對 因為其實這幾天 不斷的有訊息吐露出來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網民爆料 這邊我們也發現很好玩的是 中國大陸的網民爆料 也是越來越國際化了 因為怎麼說 這個爆料出來的這些網路資訊 一旦上網以後 官方也沒有特別去把它加以阻攔 然後很快消息就傳到處都是 而且首先 這次的關鍵是在哪裡 就在中國越邊境的一個城市 叫平翔 你看平翔在哪裡 平翔其實就在這兒 跟平翔對面是哪裡 就是越南的亮山 當初1979年 乘越戰爭的時候 解放軍就從這邊大軍揮兵 進入越南境內 然後這邊兵兵兵打得亂七八糟 所以平翔等於是中國邊境 有一個重要的關口 而且這個關口這邊 這幾天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中國大陸的民眾 急急忙忙要逃回中國大陸去 因為這種情況 基本上來講說 顯露了一個什麼狀況呢 第一解放軍可能真的會有動作 為什麼 因為你有動作之前 你當然是希望 在當地的中國民眾 能夠趕快先回去 留在越南當地的人 越少越好 所以當中國的民眾 成群結隊的 然後大批的 湧向海關口 然後逃回廣溪的時候 這個時候 越南就要小心了 這個是不平不尋常的徵兆 再加上我們看到 中國網民的很多爆料 以往我們說 殲20殲31這些東西出來 都是怎麼一回事 都是關械 因為你這種暴露軍事調動的 這種軍事資訊 對啊 如果你上了網 一定馬上拿掉 對 中國大陸有這個 非常高聳的網路長城 這網路長城 一看到不對勁 或不能出去的事情 不要三小時 絕對不可能留超過三小時 這次都沒有封鎖 這次都沒有封鎖 對 你就看到很多 這種中國大陸的軍隊 解放軍 在平翔附近 包括在火車上運輸 阿兵哥在邊界開始行軍 然後開始進鎖 調動 車輛等等 然後一而再 再而三的顯示 你看喔 他這邊派了中國大陸 最新的這些 99 96坦克 裝甲運命車 自走炮在火車上 被派得一清二楚 然後反坦克這種 武王士兵等等 這樣一連串的這樣過來 院長當然知道 事情大條 就是說有可能 這些就是被武力恐嚇就是 對 如果說中國大陸 萬一你看昨天的518 如果真的全面發生 就是全面這個各地那個 遍地烽火 然後到處那個 中資企業或台資企業 繼續被打砸搶燒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解放軍就很有可能 會衝過邊境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解放軍他就有 保護僑民作為藉口 這個就跟俄羅斯的方法 在一模一樣 對 而且你看他 一旦這個 我們講到這個 保護僑民作為藉口的話 其實那個越南軍隊 當然越南軍隊 我個人也絕對相信 絕對不是指糊的啦 但是相對由於這幾年 大家雙方在投入 軍用那個軍方的這個資 那個資源跟預算的這個相比 中國大陸還是明顯的 比越南的高很多 所以如果說今天那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軍隊 要在這邊打一場 類似像殲滅作戰 或者說是大規模這個入侵的話 即便沒有辦法像這個 上一次的那個 陳月戰爭 幾乎攻到河內的這個附近 但是我相信 一旦在這個邊界上 開始進行進兵的話 越南也絕對受不了 而且不只在這個陸上 不是只有陸上 海上也有 對 海上也有 熱鬧得很 對 上個禮拜 在黃岩島附近 美國海軍的藍領號 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藍州號 還有一艘巡防艦 不期而遇 就代表其實 中國大陸在 南州海的艦隊 已經太軍艦了 在動了 然後另外 其實他們這次又在這個 鑽油平台周邊 發現了中國大陸 兩艘這個巡防艦 而且他們說 炮衣都拿下來了 炮衣都拿下來了 那就是要開炮的意思嗎 其實中國大陸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跟你講他在等什麼 他在等越南開第一槍 大家都在等就對了 對 就像七沙 或者說是那個 當年赤瓜膠 他其實都在等 對方打第一槍 因為打了第一槍之後 對不對 對於大國來講 就理虧了是吧 不是 對於那個 越南來講他理虧 那對於中國來講 我是自衛 我被迫自衛 但是這個自衛下去 可能一夯下去 可能是這樣 把對方打得這個 稀里花落花流水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大陸現在就在等 越南有沒有可能開第一槍 這麼多的爭議呢 都還是為了領土 為了資源 為了利益 那剛剛來賓也多少提過 我們在節目 也不只一次的跟大家解釋過 當初在中華民國 還是亞洲最大民主共和國的時候 就已經在這個地方 畫了所謂的十一段線 後來被中國承接之後 改成了九段線 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報導 美國人似乎有意見 美國的學者似乎是覺得說 應該要給中國一些壓力 不能讓他在南海 這些領土的議題上面 予取予求 所以你就寫說 是不是要逼我們表態 到底這邊的這種幾段線的爭議 逼我們幹嘛呢 賴教授 對 因為他要我們外交部 拿出很多的文件來證明 這個原來我們在1947年 所畫的這個十一段線的法律依據 但是美國這樣的要求其實也很可笑 怎麼啦 因為美國必須要先證明 夏威夷如何是屬於美國的這個海外領土 大家不是都覺得就是他們的嗎 這不都是覺得了嗎 因為他去搶了嘛 真的啊 他去打了嘛 反正他打了 反正他搶了 夏威夷就變成他的 那美國政府要拿出很多法律文件 來證明官島怎麼樣是他的 那英國要去證明說 他的海外的 例如說所英屬的威夷群島 如何是他的 那法國更麻煩了 法國在大西洋 在太平洋 有一堆島嶼 那他必須要怎麼證明 都要拿出文件來證明就是 事實上這就是國際法上的 所謂的先戰原則 也就是說對無人的島礁 誰見佔領就是屬於誰的 這個在國際法上就是這樣玩的 好 那我們在1947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戰爭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對於我們傳統的這個海域 這個海域幾百年來 都是我們中國在使用的這個海域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發現法國人有在佔這些島 不行 我們不能讓外國人 來佔這個島 所以我們在1947年就宣布了 這個十一段線 當時包括了北部灣跟東京灣 後來中國大陸繼承了中華民國 這是中國大陸他認為 這要分開一下 中華民國是劃最早劃十一段線 劃了十一段線 後來變中國 但是中華民國劃了十一段線的時候 當時美國沒有反對 英國沒有反對 法國沒有反對 日本也沒反對 德國也沒反對 那麼周邊的國家 越南也沒反對 菲律賓也沒反對 馬來西亞也沒反對 周邊的國家都沒有反對 所以當時大家也就承認了 我們也就在我們的地圖上 就劃上去了 然後世界各國 我剛剛講的那些國家 他們的世界地圖上 也都有一小塊 劃出這個十一段線 而且國際海洋法公約 是在1982年才通過 1982年的通過不急於以前 因為你這是1982年的 國際海洋法公約 只能急於1982年以後的 遊戲規則 不能急於1982年以前的 遊戲規則 如果法律可以溯及既往的話 那我們也要溯及100年 1000年還是1萬年 原來如此 所以這樣就扯不完的意思 扯不完了 那美國人就硬逼你 中華民國台灣 你要給我解釋清楚 這個都叫我們解釋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什麼話都沒有講 還要莫名其妙被人家打 為什麼美國那麼在意 因為就在有爭議的這個地方 這一塊我們把它稱之為 油田叫做117 118跟119 為什麼講這個數字有關 因為剛好就是美國的油商 叫X美孚 就飆了這三塊油田 然後這三塊油田 已經鑽到油器了 鑽到油了 已經開始在開採了 所以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 他們就在這個油田旁邊的 叫縣港 在這個地方投資200億美元 要蓋一個很大很大的發電廠 要供應這個地方工業區的用電 要蓋一個天然氣的加工廠 把它壓縮 做成為可以賣出去的 好 已經投下錢了 那這塊田117的隔壁 就叫做145油田 就剛好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 鑽油台放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一看 你在抽我的油 換他們要來抽就對了 因為底下的油器是通的 油是通的 你在抽我的油 你美國人 越南人在抽我的油 我也過來抽的時候 那你現在看美國人翻臉了 越南人也翻臉了 對 說這是我的地方 那中國大陸說 不對啊 這離我的西沙市比較近 如果你要講說 經濟海域的話 那也應該以我的這個 西沙群島 然後跟你的這個海岸線 的經濟海域來切嘛 那還是離我比較近啊 你越南跟美國憑什麼反對 所以你就可以 從這個地方看說 原來他們講的國際法 或是國際海洋法 原來那個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在哪裡 是因為背後有 美國人的私有利益 有越南人的私有利益 還有中國大陸的私有利益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什麼事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啊 因為我們沒有深水鑽井台 所以我們也鑽不到油 對啊 可是他逼我們幹嘛 真是的 因為他要你來否定 如果你否定的話 就等於是否定中國大陸 所以現在搞了半天 我們這邊也很辛苦 真的是 但這樣子的一個爭議 我們講說我們現在 雖然一個一個島都讓出去了 但還是有太平島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但其實呢 傳言中呢 越南對於我們拿走了太平島呢 也是很不高興喔 幾年前甚至呢 還有呢 來這邊開槍 名槍示威的這種新聞 這真的還假的小一個 其實那個太平島 從來沒被越南奪取過 也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 太平島 那他們怎麼還認為是他們 開玩笑 你一定要先聲奪人 形成這個聲勢嘛 這樣人家才會說 對你這個言之有理 我們應該如何如何 對因為其實中華民國的太平島 是從誰哪裡接收過來的嗎 是從日本接收過來的 幾年前你知道嗎 這個越南的媒體還講 如果今天那個 在沒有中國大陸的這個變數之下 越南要去奪取太平島 兩個小時就搞定了 這麼快啊 這麼不給我們面子啊 我們的國軍有這麼弱嗎 我覺得那個海軍手 應該還可以撐得到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兩個小時太誇張了 四個小時而已啊 多了一倍 這樣有很厲害嗎 但是如果是海軍陸戰隊的話 那我覺得時間就可以 這個更長一點 其實越南 他我們剛剛前面 一開始就講 他一直直至否定 中華民國等於說 擁有太平島這個主權的事實 他一定要找了任何機會 這樣把他偷偷摸摸 不管是偷偷摸摸 或明場暗奪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弄回去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現在如何能夠 守住這個太平島 例如我們現在這個漢光兵推 因為我們過去到現在 漢光兵推 一直都很著重在 就是台灣跟大陸之間的軍事衝突上 如何進行台澎防衛作戰 但是我們現在也很重要 你要去如何思考 如何進行太平防衛作戰 其實也要考慮 對 太平防衛作戰也很重要 因為你看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今天 我們講過很多次 如果你今天台灣 擁有的太平島 萬一被越南給摸去了 那中國大陸 搶先一步把它奪回來了 然後說 來請台灣政府出來 我們要來商討 如何把太平島 就非常麻煩 那個到時候 你兩邊政府要接觸的成績 絕對超過兩會的成績 南海的爭議 一時半刻恐怕也解決不了 這一次越南的反中運動 不管是從民族上面的國仇加恨 還是講到什麼耍心機的陰謀論 網路上人人都在說 其實也有台商認為 跟他們台商經營裡面 不管是聘用大陸的員工 跟聘用越南的員工 兩邊的薪資不同 工作的待遇也不同 也是造成衝突矛盾的原因 先補充一下夏偉 這樣苦口婆心的提醒我們的政府 一定要把海軍陸戰隊 給請到太平島去取代海巡署 因為那是我國土的延伸 最主要的 因為戰力至少差了一倍以上 那拖延的時間 如果是四個小時被輪功信 跟一天一夜那是不一樣的 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總不能外交部到時候 發給海巡署 那發給我們太平島的 一百多位官兵 貼個備章說 我是台灣人 我來自台灣這樣 沒有用的 越南要打你的時候 沒用的 那在這次的這個 事件風波裡面對不對 也有一個事情 為什麼呢 事實上我們從 為什麼會發生 這麼大的一個暴動對不對 包括台商的這個 台商的這個企業裡面 為什麼會有很多的 越南人衝進去 剛剛這個台塑 等於說今天那個台塑 在合進的廠 已經發布了正式的新聞 他們有四個中國的包商被打死 其中兩個活活燒死 一個中暑而死 另外一個被打死 那事情為什麼那麼嚴重呢 事實上我們來講 一個薪資結構好了 為什麼來講呢 台籍的幹部 我們在越南的台籍的幹部 他的薪資平均大概是 六萬到六萬五千塊左右 有的會可以到七萬 那因為他的忠誠度是非常高的 可是他有個問題 必須大概定期兩三個月 一定要回台灣一次 因為他有家庭的問題 然後再來 這個中國籍的幹部 他的錢比台籍幹部少一點 大概四萬到四萬五千塊台幣左右 可是他的學習能力確實很高 他的語言也可以 通常這個中國的幹部 會兩種以上的外國語文 他們因為為了要賺錢 為了要過更好的生活 那除此之外 可是問題是他的管理的時候 他是高壓管理的方式 而且他在對越南籍的幹部的時候 他會留一手 因為他怕被取而代之 那麼高壓管理通常就是賜罵 那越南人你好好跟他講 好好跟他教對不對 雖然個性比較等於說 比較這個 等於說浪漫一點 如果你一直跟他罵 罵到後來會引爆 引爆以後 就會像這一次不仁 然後越籍的幹部 卻是一萬到一萬五千塊的台幣 你想想看 兩個人差的快要三倍 對不對 他是一樣都是幹部 越籍的幹部 那他工資便宜 可是問題是 他跟台籍的幹部 語言不通 那為什麼中國籍的幹部 語言可以通 因為在廣西附近 他們等於說 學習語言的能力比較強 那這一點其實我們台籍的幹部 跟很多的台商 必須自己去檢討 落地深耕的一二十年 你連越南話都不會講 可是這些路幹呢 雖然那麼厲害 就語言上的便利就對了 然後越南的勞工 大概是六到七千塊 工資便宜 可是問題是 越南的勞工六到七千塊 他有一個 這個有的很多是底薪 那麼他們通常會加班 所以越南籍的這些 等於說勞工 他會想辦法一天加班到 三到六個小時 拿命去換錢 我拿青春賭明天 對不對 我每天加班 想盡辦法 賺取這個 如果賺到最多的 可以賺到大概一萬出頭 可是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些 越南籍的勞工 他會這麼恨 這麼恨中國籍的幹部 就是落差太大 落差太大 貧富巡殊 加強請問你要知道 他的加薪的幅度 是有限的對不對 可是呢 他的物價通膨 是以百分之十八二十 在不斷的衝 去年好像少一點 去年是個位數 可是還是很可怕 所以當你 如果一個月賺六七千塊 而你一個這個便當是六十塊 那對你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不過在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特別 等於說感謝 也拿他做一個例子 為什麼呢 在很多的越南的台商 他雇用大量的 中國籍的幹部 然後因為強勢管理 所以造成很嚴重的傷亡 那當然有些是 因為殺紅了眼 所以不管你裡面怎麼樣 可是有一家公司 是很特殊 在越南太平市的這一家 越南的金屯五金公司 為什麼呢 請注意看 這是什麼 一個綠地 這是他們公司的前面 一個等於說 噴水池對不對 對 注意看這個造景是一個台灣 是一個台灣 他非常有心的在做 不是這一次才故意弄過去的 真的耶 他本來就是台灣 對 他的網頁就是Formosa 你知道嗎 那他的老闆呢 叫許維君 他的父親 其實開始去 越南太平市的時候呢 就很 有等於說計畫的告訴大家 包括在公開的場合 包括廠房 廠房 開始在動土的時候呢 告訴越南的這些官員 也告訴他的員工 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不一樣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呢 除此之外 為什麼他最自豪的是這一次 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 當然為什麼呢 因為他大量的僱用 所謂的越南的幹部 他在準備到越南去的時候 在台灣的工廠 就已經把泰勞改成越勞 為什麼呢 他訓練這些越勞 成為他來到時候 到越南去的總子幹部 他有計畫的 有計畫的來這個地方了以後 還有他很難的是說 大家都為了等於說 語言管理方便嘛 給了很多這個路幹 很多的好處對不對 讓他們來管理嘛 那他們呢 公司是台灣籍的幹部 跟越南籍的幹部 一起來管理 而且不償師 也就是說 你是有升遷制度的 在越南 他們面臨一個越南籍的人 不管你的這個程度多高 工程師一個月 大概也是領一萬多塊錢 一兩萬塊錢而已 他們有個叫做天花板理論 也就是不管你越南人 再厲害 再能幹 你對不起到頂點的 你就領不過兩萬 新台幣兩萬塊錢 那中國路幹 至少都領到四萬嘛 對不對 一倍嘛 可是他們這家公司呢 很難得 他就打破了 他沒有天花板理論 外國人也好 越南人也好 就是看實力 對 你就是好好的認真 好好的給我苦幹實幹 對不對 我不會測職查辦 我還升你的官 讓你不斷的這樣的錢 不斷的賺進去 那他這家工廠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女性的勞工 因為在越南是母系社會 男人大部分 翹腳亂吹手 泡茶 臉色味對吧 很多的都是這個 女性在 老婆 幹什麼在上班 可是他對女性的員工 還是有什麼 生育津貼 育額津貼 一樣照給 所以這次當事件 第一時間發生 你說有沒有人來騷擾 有 那標車組 後面有這個越南國旗人 都來騷擾 可是當台籍幹部 跟那個等於說 原老闆 撤退的時候 就是他們這些越南的幹部 跟這些越南的老公 自己挺身而出 保護這一塊 屬於他們自己的廠房 為什麼呢 他們認為說 這個老闆給我機會 我如果不保護這個工廠的話 讓他受到迫害的話 那我以後 就沒有升遷的機會 所以這一家 越南金屯五金 特別值得我們 加以包養 真的很多的這樣的故事 我們謝謝大家稍後片刻 待會回來 要看到北朝鮮的離奇事 曾經傳言中被報導說 已經被槍決的人 現在又出現在公開的面前了 怎麼回事 馬上回來 一般公寓完工前 就能搬進去 而這次倒塌的公寓 有23層樓高 可能已經住了92戶 以北朝鮮平均一家4口來算 死傷可能高達數百人 據報導 金正恩得知此事後 徹夜未眠悲痛不已 而平常民眾也非常震驚 17號 以北朝鮮人民保安部 部長為首的官員 相當罕見的在事故現場 向罹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和道歉 好 這樣嚴重的意外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 南北韓真的都不平靜 兩邊的官員都在道歉 但不同的是 這個性能延續下去就是 我們先前看到 南韓這邊報導出來的新聞 說金正恩大將軍的前女友 因為這個韓韓不乖 所以被槍斃了 死掉 但現在又跑出來了 那這樣不就打之前這些新聞的臉嗎 害我們更能被打下去 沒錯 這個去年的9月的時候 這個南韓的相關媒體報導 金正恩大將軍他的前任女友 牡丹峰樂團的團長叫做玄崇岳 涉嫌拍A片 沒錯 跟男朋友的A片 所以被逮捕 查獲了以後槍決了 那同時槍決還有另外7個 對不對 就整個樂團都在見 全部都槍斃了 你們都一起拍A片對不對 搞自拍 這種行為在北韓是非常的隱晦 對 不可以原諒的 然後就槍決了 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 事實上還有加強版 還有加強版 加強版 就是說 事實上並不是 玄崇岳跟當時的男朋友 樂團的男朋友拍A片 而是跟金正恩大將軍的自拍 你知道嗎 都跟你自拍了 還要被你逼 而且還是不小心 他們在搜國安單位 北韓國安單位 搜索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收到 一看到我們大將軍對不對 竟然跟他前任女友 這樣子拍這個東西 傳出去成何體統 聽說後來準備了三挺機關槍 把玄崇岳掃射殺死 一定要這麼慘對不對 當時傳出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玄崇岳非死不可 對不對 這個小重羅德曼 之前幾天突然間公開說 唉唷 我到北韓去的時候 玄崇岳就站在我後面 看到鬼了 是真的 你知道嗎 沒想到玄崇岳 竟然在前幾天正式出來亮相了 而且他是穿著軍裝出來的 你知道嗎 總不可能大家看到鬼吧 穿著軍裝對不對 你看 我現在知道金正恩大統領 他喜歡的女孩子是怎麼樣 就皮膚白白的 就圓圓潤潤的這樣子 唱歌很好聽這樣 所以你看他穿軍裝 為什麼說他穿軍裝呢 因為他們穿軍服出來 就表示說他在這個地方的地位 也就是在政府裡面的地位 是很崇高的 在藝文界裡面的地位是崇高 所以特別讓他穿軍裝出來 然後公開的說 這個金正恩 還代表金正恩大將軍對不對 說這個領袖對不對 對我們北韓的藝文界的 停滯不前 停滯不正 深感憂慮 希望大家能夠更加的努力 也就是說金正恩 曾經給他畏題面面過對不對 而且他後面還有說 他們這個牡丹峰整個樂團 願意為金正恩領袖 這個粉身碎骨 犧牲生生命 在所不齊 其實不用犧牲那麼多 怎麼啦 這個重修就好就可以 但是現在問題是 所以他活得好好的 你聽好 聽好 他說他為了金正恩 可以犧牲生命 粉身碎骨 所以表示我是對金正恩大將軍 忠誠的嘛 所以其實效忠嘛 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可能被槍斃呢 他亮相了以後 可以告訴大家就是說 從去年開始的這個謊 甚至傳言都是假的 因為去年還有傳出來 甚至於包括李學祖 就是北韓的國母 都說他也有捲進去 銀河學那個 消失一段時間 裡面有一些 見不得人的事情嘛 那沒關係嘛 也被人家關進去 也可能要槍決嘛 後來李學祖也出來也沒事啊 然後傳跟誰誰誰 誰出事情的 誰出事情的 好像也都沒事啊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報導呢 其實大部分來自於南韓的相關一些 包括通訊社啦 包括一些報導 那你會說媒體報導這個事實不是天職嗎 對啊 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灣的媒體 在台灣在台北 曾經有一個媒體的記者 他因為沒有新聞可以發 那一天沒有事情可以發 那時候木造動物園還沒有半圈那邊 是在原山動物園 那很久以前 對沒有錯 所以這位記者呢 他就瞎掰了一個新聞 劍爆了 把所有的人全部嚇死了 總統物園嚇死了 昨天原山動物園的老虎跑出來了 真的還有 所有的人全部嚇出來 抓老虎 抓老虎 老虎跑出來了 怎麼不知道能被通報呢 警察局也不知道 對不對 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他所有人嚇了一跳 然後所有人同意 露了這條重大的新聞 然後全部都去追 第二天他又發了一則新聞 就是說老虎跑回原山 原山那個動物園 怎麼還可以這樣子啊 老虎從來沒有出過他的柵欄 你知道嗎 他就寫了一個老虎跑出來 老虎又跑回去 你知道嗎 下班 過去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國民黨也派了文宣作戰 你知道嗎 新戰大隊 到了上海 到了北京 到了很多的地方 進行對共產黨的文宣作戰 他們辦的報紙 他們報紙的內容很簡單 就是造謠專門罵共產黨就是了 不是他做的 全部都是他做的就對了 這就是文宣的一種 等於說媒體大戰 利用媒體來適度的污蔑抹黑 但是他編造的東西 又要讓你覺得說 好像有那個可信度就對了 不過你看即便是南韓跟北韓 最後尋松月公開露面 也就把這些謠言全部都不公自破了 害得大家都跟著爆錯 但是這邊有南韓的新聞亂報 另外一邊的印度 則是有選了一個多月的舉 終於選完了 選完了之後也正式變天 現在變成在野的人民黨 以後要翻身過來執政 賴教授怎麼看 這一次的變天變得真的很大 變得很大 還不是小變 是整個大變 整個大變 這個當然第一個 我們已經在上次談到了 選舉的時間這麼長 4月7號到5月12號 選舉的人數這麼多 8.12億 世界最多 對 然後候選人如此的多 8271位 好 那要選出多少人呢 要選出5 4 3 這麼多個 我故意講5 4 3 閩南語叫5 4 3 我後來才弄清楚說 有人講說 你別說5 4 3 你後來才弄清楚 因為我一直沒清楚 他們講這5 4 3是什麼意思 你後來才弄懂的是好多 現在也還沒有很懂 因為5 4 3 意思就是隨便講的意思 我一直以為你是裝傻 沒有 你是真的不懂 這個太深的理語 好 543席 543席 你一半的話 就272席就超過半數了 好 結果這次人民黨 穩穩的可以超過272席 那麼執政的國大黨 他一敗塗地 一敗塗地 一敗塗地 他剩多少席 有人說不會超過50席 有人估計只有44席 一般估計真的就在 那這樣等於是十分之一 都不到 一敗塗地 所以人民黨穩穩執政 怎麼差這麼多 而且還不用聯合執政 他自己就是獨大了 所以這一黨執政以後 會帶來多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新的領袖 他是平民出身的 因為低種姓出身的 而且當過這種鳳茶小弟 印度的這個騙局之大 是因為他們的第一個 他們是從低社會的種姓 翻到上面來了 好 所以會把印度的 這個原來的這種政治家族 重新再洗牌了 好 那重新洗牌 他不打緊 我估計他的蜜月期頂多一年 因為他這一年內 如果沒有給印度 帶來經濟的快速成長 國民所得升高的話 那他本身很快的 你知道民調高 民調低 很快就下去 所以我估計 民意無流水就是這樣 對 一年的時間給他玩 好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對周邊國家 會有很大的影響 第一個 美國人揣了蛋 為什麼 這跟美國 是什麼關係 因為美國人當時 就是不給他簽證 就是對這個新總理不好 就對了 對 從2005年 一直不給他簽證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不給他簽證 因為美國人指責他 他當省長的時候 他的吉吉塔拉省 本身有一次發生 印度教徒跟穆斯林的 教徒的一個衝突 衝突了以後 那麼死了1000多人 然後他認為 你這個省長沒有好好保護 你要負責就對了 那麼我制裁你 好 制裁你的話 現在美國人 要怎麼跟他打交道呢 可是美國人很現實 第一時間 在正式的官方的公布 還沒有開始之前 馬上給他吃喝電 這麼快啊 你也太快了吧 你消息收到的也太快了吧 因為 他看到電視結果一出來 馬上就發喝電 沒有 中央選委會 還沒有正式公告 對啊 現在的執政黨還在家 他就發喝電給對方 馬上給喝電 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跟你交朋友 這是美國 你可以知道美國人 很實際了吧 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 商業型的民主 好 這是 但是還有一個國家 巴基斯坦 這個是衝突 兩邊一直在衝突的國家 因為巴基斯坦認為 他對穆斯林可能不是很友善 那麼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嘛 所以他們也會擔心 這兩個國家會不會有問題 美國對印度的問題要緊張 要頭痛 還有他們被害妄想症的一個情況 要想辦法治療 這邊講的不是開玩笑 是他們的國軍 真的有這樣的機密報告 要教他們的阿兵哥 怎麼面對不同的殭屍跟活屍 到底殭屍跟活屍怎樣 真的是電影看太多 我們就來看看電影片段 還會生氣 很流暢 因為太多 隨時 nel場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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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種殭屍電影千百部 但是愛拍就算了 現在美國的阿兵哥真的把他當真的 有這樣子教大家怎麼對付這些殭屍的機密報告 其實古今中外都有殭屍的存在 你看我們早期看香港拍的電影 不是有說殭屍 但是中國的東方的殭屍比較特別 因為他只會這樣跳 而且你只要貼個符咒在他頭上就不會動了 但是西方的殭屍 早期的所謂的喪屍 你看他走路都歪歪斜斜 但是只能直聽你的前進 但後來殭屍不斷的進化出來 就像當天一樣 還會爬牆之類的 那也還是蠻怪的 不過最近美國有一個媒體 叫做外交政策 我們把它翻譯一下 叫外交政策這個媒體 它披露一個驚人的事實 因為之前曾經有美軍傳說 被人家受訪 人家問說 你美國的武器這麼強大 有沒有什麼怪獸是你不能打的 如果以後有怪獸怎麼辦 他說我們連日本 他都能夠打下來 直認真的 對 結果現在 真的他們的官方 他是這麼講的 但是現在這個外交政策說 他掌握了一份機密的資料 這份機密的資料 是在2011年的時候 由美軍他們所策劃的 而且他們攻擊的對象 就是喪屍 喪屍 就是像剛剛電影裡面 你看到殭屍 而且它非常非常細你知道嗎 因為殭屍其實有非常多種 你知道嗎 所以它列舉了八種不一樣的殭屍 其中有吃素的 吃素的殭屍啊 然後有武裝 這比較環保 對 然後另外有武裝的殭屍 會用槍的啊 還有殭屍狗 還生化殭屍 最重要的是 它完全貼了十四 2011年它就發現了 殭屍有可能是來自星星的殭屍 真的也有這樣的 因為是從外太空下來的 所以它就演你的不同 而且它跟你講說 如果你用八種殭屍的話 基本上你不能用 你傳統的作戰思維 你一定要用你特別的方式 你現在講的都是認真的 我現在是認真的 你以為在跟你開玩笑 不是 我想說 這誰寫的這樣子 一般 重點就這一個 你也是在當過Paul的 你看到這個報告 你不把那個兵關緊閉啊 不會 我會直接就瘋了 直接就瘋了 結果這個媒體暴露出來 據說有美國的海軍的中校 寫了一封信給外交政策 這個媒體 它就跟你講說 你找到那個什麼CONOP 什麼8888 還發發發發 你知道嗎 這個專案報告呢 基本上是有 真的有 但是我們是模擬啊 意思是說 我勾勒一個虛擬的這個情景 然後呢 就是讓這個士兵了解 作戰的技能而已 那你也不需要寫個殭屍嘛 莫名其妙到極點 你是感覺你們這個部隊很閒 有空在想這些創作啊 他們是想的比較遠啊 反正電影都常常拍嘛 對不對 好 那重點就來了 你不要以為這是開玩笑 你知道 在谷歌上面 因為谷歌也千奇百怪你知道 居然有人製作這個殭屍 這個求生地圖啊 因為他竟然就設想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哪一天 這個我們大家遇到殭屍的時候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嘛 對啊 想辦法像那個 搞不好病毒擴散 哥吉拉也是這樣來的嘛 莫名其妙 他就變成這個奇怪怪的怪獸 所以他就設定了一個 谷歌求生地圖 這個地圖是什麼你知道 上面給你記載了 比如說加油站在哪裡 而且全世界各地都有 然後另外像國外有很多這個槍械 然後你要登記就合法嘛對不對 所以也有告訴你 哪個地方有賣槍械 然後哪個地方是大型的購物商查 最重要的是 它那個地圖是用黑色跟紅色 兩個顏色來顯示 這有什麼差別 因為紅色代表人口稠密地區 那你就不要進入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喪失會 就過去來吃掉 就很多會傳染嘛 那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比如像公園啊 或者是郊外荒野地區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一看就知道說 殭屍來了就可以跑得掉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屬於一個 比較安全的區域 所以真的就是有這樣子的準備 有備無患 但畢竟殭屍的世界 現在是還沒有到來 那我們在這個看殭屍之前 反而是有一個 一睡就要睡一個禮拜的這個怪病 在俄羅斯還有哈薩克這邊呢 是正在神秘的流傳 而且真的讓人感到驚悚的就是 到目前為止還查不出來 什麼原因可以睡這麼久啊 人君 是 沒錯 那這個呢發生在 您剛剛講的這個西伯利亞 就是哈薩克跟這個 俄羅斯跟哈薩克這個部分 那這個裡面很怪的是 這個小鎮的居民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但有幾個人特別會發病 叫做瞌睡病 而且經常就是你無預警 像裡面有居民講說 我這輩子這個幾年年 我大概發病了七次 而且他發病是完全沒有預兆的 你知道嗎 好 裡面這個國外媒體就報導說 有一個擠牛奶的女工 他說我正在坐在那邊 正要擠牛奶就 就睡著了 他就睡著了 這是試睡症嗎 對 而且一睡 睡起來之後 發現他躺在醫院裡面 為什麼 很誇張對不對 被人家送去醫院 對 他醒來之後 而且那個巨醫生還跟他講說 因為他在昏睡的過程當中 似乎還嘗試的時候 要繼續擠牛奶這樣子 那另外也 那另外也有人講說 他去看 他去 他就要上網打電腦 然後一打開電腦之後 又睡著了 又睡著了 沒錯 而且呢 基本上 因為他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 一個事情 所以大家也都很好奇說 為什麼你這個小鎮有這樣 是不是就像您剛剛提到 有沒有可能是病毒感染啊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因素 所以很多的科學家 到那個地方去研究 研究什麼 你知道說 為什麼你這個小鎮的人 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那為什麼就有幾個人會這樣 而且他發病的時候呢 旁邊的也沒有再受到影響 那記憶力也都沒有減退 其他都沒有 他只有一個就是睡 可能一睡就睡 兩天到六天左右 六七天不得 睡這麼爽 對 然後睡一睡 自己就會醒來了 結果就給他化驗什麼 他的陽光 空氣 水 全部都會了 陽光 眉光 化驗 就空氣 水 他的飲食什麼 後來他們懷疑一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小鎮 基本上這個之前 是被人家 被人家挖右礦的一個地方 是有礦殘的 對 那這個右礦 他們就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右礦 它所揮發的一些 某一些的氣體啊 或者是什麼 導致他們空氣中 產生一些變化 可是這個變化又不是 對每一個人 通通都會受到 他的影響跟改變 所以只有少部分 有這個所謂 特殊體制的人 接觸到那樣的空氣 跟環境的時候呢 就突然就這樣昏睡 不過真實的 整個的原因呢 到現在為止呢 科學家還是搞不清楚 還是查不出來 神夠睡成這個樣子 不就跟這個呢 童話故事裡面的 睡美人一樣嗎 但是呢 大家可不要以為 睡美人這種童話故事 就是人家天馬行空的想像 是亂編的哦 這邊要告訴大家 其實都是 其來有自 他的來源都是 神話故事 呃 沒有錯了 其實我們常常聽到 睡美人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的話 基本上的梗蓋 都很簡單 因為他曾經出現在 這個安徒生的 童話故事裡面的 睡美人 還有包含那個像 白雪公主裡面 也有類似的情節 簡單來講 就是一位美女 然後那個吃到 或碰到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睡著了 睡著了以後 可能是 曾經某種假死的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王子就會出現 對 那請他一下 他就醒過來了 所有的故事都這樣 這個我一定要特別聲明一下 我要引述一下 這個我們仁俊哥的說法 這個王子親公主 然後公主就醒過來的話 對 這個叫做戀獅癖 真的啊 是這樣講 這個我們剛剛 這個瑞德哥剛才補充過說 這個叫剪獅 這叫剪獅 所以這個童話都有這樣的關聯啊 早期的檢視 早期的檢視 人類檢視的歷史就對了 但是其實呢 有關於這個睡美人 這故事的話 其實如果說我們看 整個這個神話史裡面 我們就知道說 在這個神話史裡面的話 有類似的說法出現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睡美人 是引述至希臘神話的 這一個非常著名神話 邱比特與賽基的故事 那邱比特很熟嘛 邱比特很熟嘛 這個小愛神嘛對不對 那誰是賽基呢 賽基事實上是 邱比特的女朋友 後來成為他的這個妻子 那有關於這兩個故事 為什麼跟這個睡美人有關係呢 是這樣子的 其實在古羅馬時期 有一位作家叫做阿普劉斯 他寫了一本著作叫變形記 那變形記裡面就提到 這一個賽基跟邱比特的故事 兩個人如果相戀 兩個人如果在一起的 告訴各位 這個故事簡直是 殘免匪斥到極點這樣子的 簡單的講是 賽基據說 一出身以後 長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美艷絕倫 大家都喜歡這個漂亮的女孩子嘛 對不對 看到她也就崇拜她 後來她因為太漂亮了 就得罪誰呢 邱比特她媽 那她媽媽是維納斯嘛 那維納斯的話 據說是個大美人 所以這個賽基 比她更漂亮的話 維納斯不高興了 不高興以後 她想要陷害賽基 可是這個時候的話 邱比特已經愛上賽基了 那據說 這一個什麼 那個維納斯就跟賽基講說 如果說你想要跟 邱比特在一起的話 你要達成以下幾件任務 很像玩電動玩具一樣 電動玩具一樣 要過關這個喘將這樣子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其中一個任務是什麼呢 要這個賽基 到這個民間裡面去找一個盒子 而這個盒子裡面 要裝一樣東西 這個賽基就問了這個 那個維納斯就問她說 那盒子裡裝什麼東西 要我去民間也拿出來 維納斯跟她講說 盒子裡裝一樣東西 這樣東西叫做失去一天的美麗 可是據說這一句話的發音 跟所謂的這個永遠沉睡不醒 是一樣的意思 發音相像就對了 這個發音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那個賽基以為說 盒子裡裝的是失去一天的美麗 事實上裡面裝的是 永遠沉睡不醒 他搞錯就對了 搞錯了 覺得賽基就跑到民間裡面去 這個千辛萬苦的 像那個慕蓮舊母一樣 到民間裡面去 把盒子給弄出來 結果拿出來以後 心裡想說 那到底裡面裝 這個失去一天的美麗 是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心裡想 這個左想右想 想說這個我要看一看 反正趁這個交給人家自己 偷瞄一下 結果女人 那個好奇殺死一隻貓這樣子 就這個賽基就把盒子給打開來了 打開了 打開那一瞬間的話 據說從盒子裡冒出一陣黑煙 這個賽基就睡著了 睡著了以後的話 邱北特後來找到賽基 發現他永遠睡在那個地方 怎麼辦呢 你看到沒有 他的話就抱著賽基 一路的往上飛 這個飛向宇宙浩岸無垠 一路往上飛 飛到最後的話去找他老爸 找到爺爺 隨便那一個宙斯 找到宙斯以後的話 這個邱北特就央求 這個宙斯 救賽基 他就挺這樣子的 後來 我們宙斯不是用親的 他不是用親的 據說我們這位 邱北特 跟爺爺講說 就救我的女朋友吧 覺得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宙斯是不想救他了 宙斯跟他講說 你怎麼可以帶個凡人 到天井上來呢 結果 這個 邱北特跟爺爺講說 你就看他一眼嘛 你就看他一眼嘛 我告訴你 我們宙斯這個色胚 賽基長得非常漂亮 據說 宙斯一看到這位賽基以後 哇 太漂亮了 就救了 就決定說 好吧 就是開始救他了 所以這個事情就因此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這個 就是所謂的 睡美人的故事的梗蓋的來源 真的是有關聯的 這個故事 童話故事也不是亂編喔 再請大家收聽的廣告回來 要來研究 中古世紀的這個歐洲啊 包括了一些歷史的故事 都跟他們的宗教有關 要告訴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英國國王 其實真的權力沒有那麼大 最大權力是在教廷的手上 馬上回來 歷史上的今天 1536年5月19日 英國國王亨利巴士的第二任妻子 安尼柏林 因為通奸的罪名 在倫敦塔遭到斬首除死 英國在16世紀展開的宗教改革 就是由國王亨利巴士 最早開始推動 而導火線 就是跟亨利巴士的婚姻有關 原來國王的第一段婚姻 因為沒有男性繼承人的關係 讓國王和女侍從安尼柏林 發展了婚外情 但是羅馬教皇拒絕了 亨利巴士的離婚請求 讓國王因此決心和教廷對抗 進行宗教改革 於是亨利巴士自己宣布離婚 並且娶了安尼柏林當皇后 只是這段婚姻 同樣因為生不出男性的繼承人 而注定是以悲劇收場 亨利巴士後來又看上了 另一個侍女 而堂堂的皇后安尼柏林 則是被冠上了 叛國和通奸的罪名 送上了斷頭台 結束了她看似傳奇 但又短暫的一生 安尼柏林當皇后期間 兩個兒子都因為流產而死亡 不過唯一生下來的女兒 就是後來大名鼎鼎打造英國黃金時代的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 英國這個國家以及英國皇家的歷史 很值得我們去了解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所以就一定要來了解 一個國王想要結婚規矩一大堆 比起我們看中國的這個古代帝王的這些歷史 後宮嘉莉三千 那個時候中世紀的英國的國王 會不會太可憐了一點 邱老師 其實不會 其實如果說你了解那個時候的歷史的話 就會知道 其實從第16到第18世紀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在王權性血時代裡面 因為為了要保持所謂的王室血統的純粹性 所以各王室間的聯姻是很常見的 所以用我的話來講的話 他們那些人結婚的話 有點像配種一樣 就是那個種族配種一樣 就是那個A種族配B種族 那管他去死 反正配到一起 那這樣比較好呢 什麼 那這樣哪有比較好 有很好 因為雖然說皇后你沒得選 可是下面也可以自己選 對不對 所以下面的話 你要選500個300個 隨便你這樣 其實還是可以 現在還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其實 那個所謂的這個他們的婚姻的話 它是一種所謂的 被這個規定好的婚姻 那在那個時代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 從哈布斯堡王朝以下 所有的歐洲皇室的話 他們在婚姻的時候 都必須要獲得教皇認可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那一個所謂的這一個 亨利巴士他的婚姻 那搞得那麼不幸福這樣子的 就是因為教 當時的教皇的這個斥令是有關係 因為當時的國王 你要登記為國王的話 都必須要到這個范利剛去 那范利剛的那個教皇 給你戴上那個皇冠以後 要認證才行 這個經過這個認證嘛 蓋個章這樣子的 你才可以當國王 所以結婚也都要聽這個教徒 結婚也是一樣的 所以所有人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哈 雖然這個樣子 但是呢 那一些婚姻的話 其實說那麼那麼不幸福嗎 其實有時候想起來 其實也未必啦 我剛剛講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雖然說 他們的婚姻像配種一樣 A跟B配在一起 但是呢 這個據說他們雙方在結婚之前的話 什麼比如說呢 這個英格蘭王室 要嫁給西班牙王室的話 在結婚之前 雙方王室的人 先找畫家來 先幫你畫一張畫 那這個畫 你不用太當真 為什麼呢 因為男的一定長得像金城武 女的一定長得像是那個什麼 那個這個雞排面那個樣子 那個時候就有像現在的修圖這樣子的 那個當時所謂的王室的畫像 我告訴各位 如果有各位有進去 到歐洲各大博物館 什麼像是普拉多美術館啊 像蘿蔔公啦 大英博物館 可能王室畫家說 千萬別當真 真的假的 其實那種畫家的話 告訴各位 是人類史上最大的詐騙集團 那個每一張畫 只有到一分像 就這樣子的 那個 反正身高不夠高 畫高一點 還可以這樣子騙人啊 都這樣畫的 所以他們的婚姻的話 其實呢 那一開始的時候 只看一張畫 那可能就是看個樣子這樣子 但是重點是 即便這個樣子的話 大家也不信嘛 因為每次都被騙 你騙我騙你的 不行啊 後來 他們就演變出一個 非常奇特的習慣 叫做相親 那其實歐洲的王室 也是有相親的 但是這種相親的話 跟我們 這個東方式相親不太一樣 他們相親 是 雙方 會約在某一間教堂裡面 因為他們不是有做禮拜的習慣嗎 所以在一個 每個 某個禮拜天裡面 約在某個教堂裡面 男方女方 雙方人嘛 都各國去這樣子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 遠遠的看到說 哇 那個對方長這個樣子這樣子的 那女方也會看男方說 哇 長這個樣子 所以雙方已經看到了嘛 那下一步是 既然看到了 總要打個分數 做過決定嘛 所以到底要不要結婚 而這個時候的話 告訴各位 告解式就派上用場了 告解式 那各位知道吧 在歐洲的教堂 不是有告解式嗎 告解式的話 進去裡面 各有兩間房間 一邊神父 一邊勝利 你就跟進去跟神父講 神啊我錯了 昨天晚上不應該 這個非禮那隻小狗之類的 所以這個告解式 是幹這個用的 但是呢 在那個時候的話 進到告解式以後是 據說神父很聰明的 不會進去 女方先進到房間裡面去 女生先進去 那男生的話 看到女生進去以後 你再進去 進去有的話 這個時候 你要準備一張 白色的手帕 上面這個 繡上用金扁字體 繡上自己的名字 陳雄威這樣子的 然後把這個手帕 這裡折好以後 掃上香水 然後進到裡面去以後 那天觀眾覺得 中間不是有一個小門嗎 對不對 可以打開來的 你就把手帕折好 有的話 突然塞過去 而這個時候的話 告訴各位 今天今天就刺起刺 關鍵5秒鐘 就要發生了 這5秒鐘內 就決定說 這個女生 要不要嫁給你 所以兩邊都可以選就對了 可以選 男的不要就不要塞手帕 男的 你就不要進去嘛 對不對 就不要去 那你男的 如果進到裡面去的話 塞上手帕的時候 告訴各位 5秒鐘就決定生死 為什麼知道嗎 如果女生不要你的話 待會看到那個門打開來 蹲你一聲 手帕彈出來這樣子 這就代表他拒絕你了 如果手帕塞進去以後的話 這個女生還會繼續的 這個留著手帕的話 代表說 你們兩個就搞定了 而這一個 就是他們相機的方法 那一定要站很遠看嗎 他們可以進去看嗎 他們現在遠遠看對方嘛 遠遠看不準啊 近看可能穿很多啊 所以你在近看 進到那個房間裡面 因為遙遠的看 男生可以常常進去 那個小房間 丟手帕嗎 呃 不行 等一下 就一直這樣 進到裡面去 那手帕是關鍵喔 那個東西 手帕才是關鍵就是 好 謝謝各位 下次再會 不要客氣